宗雄被主人收留二十六年,无以为豹,生个熊孩子给主人玩吧。 俄罗斯人经常被戏称为战斗民族,不是因为他们打架很厉害,是他们做事很忙。 简单粗暴,人们对俄罗斯人的印象已经成了满大街,有人把老虎狮的豹子熊当宠物牵住六岁。 虽然偶尔有俄罗斯人想出来弱弱的辩驳两句,但都没人相信。 最近莫斯科一对夫妻Svetlava和EuropeanTLENKO红了,而他们走红的原因,还是因为家里养了两头熊。 这头叫Steppen的宗雄是被好心的夫妻俩,于1993年,从圣彼得堡一个马戏团里救出来的。 那时候Steppen才两岁,在马戏团过得很糟糕,整头熊受得皮薄骨头,远看还以为是流浪狗呢? 宗雄Steppen因为从小就住在人类的环境里,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与人共处的生活。 在马戏团里天天被欺负。 到了新家,终于可以吃饱喝毒睡大绝,也不用学习表演奇怪的节目。 他心里不知道有多感谢这夫妻俩,虽然也有人觉得,宗雄不是合作宠物,应该放归野外。 这样大肆的晒照片会给人们误导,觉得养头熊会拉风。 不过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,尾头熊也有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性格。 这头熊Steppen本身就是人工繁育体代的动物,早已失去了在野外生存的能力。 况且,在俄罗斯宗雄数量不少,种群也很稳定。 所以,宗雄并不是保护动物。 不但不保护,俄罗斯还有很多猎人依靠猎杀熊为生。 把Steppen放在野外,横竖都是死。 大熊Steppen和主人,虽然俄罗斯有不少土豪饲养猛兽做动物, 但俄罗斯本国对于饲养猛兽还是有比较严格的规定。 一般要饲养这些动物,必须满足几个条件。 首先这些动物是人工环境下繁育的。 比如出生于动物园或马戏团。 或是,从这些地方救下来以后,被判定为不能放归野外的。 其次,饲养它们的人家里,必须有足够大的空间。 还要有安全措施。 说白了,就是相当于主人要具备开一个小型私人动物园的资质。 而且城市里是绝对不允许饲养猛兽的。 只能去乡下人少的地方呀,最后就是主人不能虐待这些动物。 只要其中任何一条处犯了,政府都会马上出面没收这些猛兽。 前不久,俄罗斯一个大土豪因为虐待老虎还被罚了款。 老虎就被送到了条件较好的动物园。 而土豪为了躲避惩罚和记者采访,坐住私人飞机跑过外躲了起来。 大雄Steppen从1993年被救回来到现在,宗雄Steppen已经在这个家住了26年。 今年应该要28岁的,他不但和夫妻俩相处很好。 夫妻俩还帮他张网了婚事,他现在有一个小熊儿子叫Samian,也和夫妻俩住在一起,从照片上看他们的生活非常美好。 不过,照片之外的内容,大家应该也能想象得到,夫妻俩肯定是不差钱。 而且应该职业师训练猛兽的相关人员,换的是普通人,不懂怎么和猛兽相处。 就算他脾气好,也是会出意外的。 大雄Steppen和小主人,小雄Samian,宗雄Steppen也不是只会待在家里吃软饭的。 他也有自己的工作,就是陪一些模特拍摄《美女与野兽》系列的写真。 虽然有人抨击过让熊当道具和让熊做动物表演本质上没区别。 不过夫妻俩表示,拍摄工作并不辛苦,他只需要配合摆姿势和表情。 而且Steppen自己也很享受拍照的过程,每次来工作场地,他都玩得很开心。 大雄Steppen在工作,不是每个猛兽都适合被人训养。 有些个体天生性格,就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,或是胸中怀揣一个王者的梦想。 这头东雄Steppen能够和人类和谐相处,只能说他天生性格如此。 这对夫妻还是挺幸运的呢。 感谢观看